大半夜不睡觉 民众漏夜排队 有人狂花手机 打发时间 有人干脆躺兵 准备漫长等待 还有这里不到清晨7点 常常人聋 队伍几报 不是抢iPhone 抢周年庆 竟然是为了抢挂号 不只大医院 就连小诊所也排报 但现在有专业代挂号服务 只要上网动动手指 就能请人帮忙排队 这个挂号就跟网络在抢 演唱会的票式一样的机遇 很难挂就是很难挂 就是以我的时间 劳力去换取金钱 打开拍卖网站 琳琅南部 台大 北中 还是长庚或国台 任军挑选 地区诊所 致命中医都没问题 关注卖场还打九折 甚至号称全台最难挂 以关节手术文明的 台大瓷季名医 吕绍瑞 卖场挂号直接含到4000元 但付出就能得到代价 有网友抢定 用极箭下单挂号 一般挂号到看诊 要等上两年减 一个月就排到 人计排34个小时 我可以接受 价位大概一个小时300 所以我今天很忙的话 一定要看医生 我是觉得500块是可以 疫情爆发后 不少医院转为线上挂号 竟然也成为商机 不管鸡蛋代挂 额满代挂 从300元到上千元都有 人工现场代牌 也是另一种赚钱门路 过一个排24小时 收了4、5000块的费用 专业代牌分时 断按时计费 一小时650元 四小时1250元 超过后每小时 以250元计算 加上夜间加成 排一次24小时的挂号 竟然也能进账近7000元 一个月只要带牌满5天 就能月收3万 超过一般上班族基本工资 花时间赚钱 或是花钱买排队 城区麻烦 各取所需之下 也成为另类商机 解章有次张贝兹采访不懂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